好,我再錄給你 這個是 方向 這裡在播放 我按拆取 看到沒有? 這個方向盤 OK 那我們掛到檔 看到沒有? 到最後是 我現在沒打到車 我先上車 好 掛到了 這個是軌跡 對 看到洞了沒有 OK 軌跡 開掉 這裡它有個雷達 你看看 這個有個雙閃 這是鎖車門 開鎖車門 這個都是OK的 好 你看一下這個裡面的一些車輛信息 這個有個車輛信息 車輛信息裡面你看 行駕駛 油耗 駕駛模式 悬掛信息標準 你看這裡有個悬掛信息 這裡有油耗 這個都有 你看我把這裡打起來 這個地方是 你看看到這個駕駛模式這裡 我一扭一下 我一扭一下 選定模式看到沒有 我再扭一下 它就被擬地模式 看看明白了 那個再扭一下 殺定模式 它會這個四驅模式它就會做到切換的 四驅模式的顯示就是裡面有的 現在把它放回到那個 駕駛模式 再把它按下去 這是在裡面 好這個裡面還有一個車輛設置 車輛設置這裡面就很多了 是吧 溫度啊油耗啊 里程啊 車速啊 車速先速報警 你可以搞到120 140報警 平均油耗啊 顯示日期這些 這些都有 這些 這些 這些是所有的方向 比方說我現在是雙扇開的 我把它關掉按下這裡 就把它關掉了 好 這個是一個很完美的匹配 我們播放一下視頻 看一下它的視頻 剛才到時候已經看了啊 我們看一下 播放一下視頻 你如果說要點wifi也可以去聽庫哥那些 我剛才沒練 這是它的光線的聲音 聽一下它的音質效果 好吧 看它的音量 這是它的音質 那就是你看看整個模具的這個 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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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度是相當完美的 開燈的話 這個燈就很亮 關燈 燈就免 這個 非常完美 等一下 如果你還要拍什麼的話 我在那給你拍